燃燒性飲品 Burned Drink 代表酒精濃度很高而且他是很快的喝完 Short Burned 都可以 為免風味受到影響盡可能將調製好的飲品在10到20分鐘內飲用 熱咖啡也好或者是以雞尾酒杯成裝的Cocktail 有看到齁 此類酒精濃度高 像是我們知道一般像是那個 用這個 雞尾酒杯 Cocktail 還有 Old Fashion的 還有就是我們說的Short 這種就是屬於比較偏向 short drink 的杯子 因為他比較 容量比較少 喝的容量不算多 然後他的酒精容量就比較 比較多一點 這個是 短隱形的杯子 長隱呢 長隱適合長時間飲用的所以會用哪些杯子 可琳 Collins Highball 還有什麼 古典杯在這邊 古典杯通常你看看那個whiskey strike up 還有或者是whiskey on the rock 加冰塊或者是純喝 是不是也都不用很多 對啊那算短隱 這我們說一般他會用比較大的杯子的 這什麼Hurrican 什麼杯 颶風杯 對 玉金香型的 颶風的 高飛球的 就是等於說容量比較多的啦 然後他會放一些 那個碳酸飲料啦 果汁啊 mixed 所以有時候看他這個調酒使用的杯子我們就可以知道 大概去猜出來他是屬於短隱形 長隱形的 嗯 對 對 他 東 south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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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lip Tulip是什麼 像那個Champagne Tulip 郁金香是另外一個 這是笛型的 笛型郁金香杯 笛型杯啦 這個沒關係喔 我們在 攀附 攀附的第二張介紹杯子的東西會有 後面也會有銀條也會有 好 然後長時間的 英文藥會都要畫起來 Long Drink 或者是Tul Drink Tul就是比較高的意思嘛 調子好的飲料加入大量的冰塊 果汁或碳酸飲料使溫度 變化較慢 且大部分是風味較不易改變 如含酒精成分 則其濃度不高 適合慢慢飲用的 這沒問題喔 好下面還有 冷飲 cold drink 這簡單 夏天在喝的 東飲的 熱飲 hard drink 熱咖啡熱茶 冰品 ice cream 奶昔 奶昔的英文這邊沒有寫 奶昔英文叫什麼 對叫milkshake 奶昔 奶昔 自己寫上去 考試的時候看出來 考出來就看得懂 喝 喝 乾腐 喝 喝 谢谢观看